大家好,我是谭极致神父 一位基督军修会的神父 我2004年进度 进度之前我是曾经做过家庭医生的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对圣经的一个金句 就是《Nihimaya》第八章的十节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的意思就是说 在天主里面得过喜乐就是我的力量 我们身为基督徒需要有时常喜乐 我们的基督徒就是我们的力量 可以令到别人更想向往 想更加认识我们的天主 是我们的福存最好的工具 谭神父在圣保祿医院出生 而杰子这个名字背后有一个故事 以前父亲不会在产房里 他继续在旁边带球场看球 当我出生后 他回来后就看到一个儿子 所以改了个名字叫杰子 因为那年杰子打球很出色 香港是冠军的 所以对我这个地方有点想往 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知不知道姓波怎么拿把剑 不是他要斩人 而是他被人斩了 那姓人多数拿着他的受伤难的工具 代表他是为我的信念而死 谭神父从小学到中三 在圣药室小学和圣药室书院里面度过 他对中学三年的生活 依然念念不忘 这间就是我的中学圣药室书院 从小学到中学到中三 之后就去加拿大移民 很开心 因为那时不是小学那么辛苦 因为小学的时候要升中 那时我最重要的学习中士 但是上来中学的时候 很多时候可以去自由很多 自己可以乘车上学 下午的时候去跨中环 周围走 和同学去很开心的一段时间 景中间教堂以前是大一点的 中学的时候 星期三天早上会有离散 这个是我的班房 3D 我坐在这里 第二行 第二个位置 谭杰志在香港完成了中学之后 在15岁的时候举家移民加拿大 大学时期的他选择读二 即使是那时我们移民 我也知道其实它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那时五兄弟姊妹 第一年移民之后 其实加拿大多难找工 也认识了加拿大 如何爱爱你的代表 那这个牺牲的精神 可能都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感受 读医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觉得 跟我们的信仰 天主教的信仰 是很大的 吻合的地方 因为都是服务 有服务精神 帮到有病的人 一来呢 我读完医的时候 还想着 怎样可以再帮到更多人 那时想着去非洲 或者去一些比较穷的国家 去服务 可能有个考虑会好些 其实我已经读医的时候 应该想着做这件事 做几年医生之后 想着可能会去做这些传教士 之后就慢慢感受到 可能天主叫我 用我的知识去 令我方法服务 就是去做神父 谭神父当时在加拿大 读了四年医科 经过一年实习 之后他做了三年的家庭医生 但是当时他有一个想法 成为他放弃做医生 决定入修会的关键原因 这是一个大的转变 可能是听到天主 很隐隐言的 给我的信息 另一方面 我觉得 我做家庭医生的时候 当时你发现到 帮到病人 帮到他一点 就是身体上帮到他们 或者他们传语 好发 但帮不到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人生 他们的价值观 或者他们的心灵上的创伤 可以帮到他一无份 但去到一点 你才觉得 这不是我的责任 那时候我觉得 是不是天主 叫我去做一件事 因为我觉得有这样的召叫 想更加深一点 深一点去帮到他们 那就是灵性上面 或者是他们的 生活中的需要 谭杰子神父在香港出生于公教家庭 由于他是家中独子 所以谭杰子入修院的决定 当时得不到他爸爸的认同 尽管无奈 但是无损他进入修院的决心 我妈妈是最坚诚的 她经常说 希望我们其中一个 我们兄弟姐妹 其中一个会入修院 或者做修女 或者做神父 所以我想入修院的时候 因为我是独自 爸爸觉得这件事很可惜 尤其是因为我是做医生 她就不太认同 或者我没有跟他分享我自己的经历 或者我灵修上 或者我精神上的感受 这些是很难跟人分享到的 尤其是跟我爸爸的关系 传统家庭不是那么密切 所以这件事可能会跟他解释到 他反对了 因为要放弃我 尤其是放弃做医生的事情 所以他就不是很开心 我觉得如果我那一年不入修院 我就可能没有勇气 会继续 所以就决定了入修院 所以他就真的不开心 反对 就一直都不满意 还有好像说当我死了 就是当我不在 就不会跟我沟通 过了七年之后 曾经一段时间 可以回家 可以聊聊天 但也未必是说到那么深的事 他未必是完全不接受 谭神父回应天主的召叫 加入基督君修会 问到他为何选择这个修会的时候 他就以两人拍拖 和结婚作为比喻去解释 很难明白的 最多很多时候都会解释 为什么有些人 那些人跟这个人拍拖 或者结婚呢 你怎样认识他 怎样选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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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选择他 这些都很难解释 其实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是你自己有个理想 但当你见到这些事情 或者这些事情 就觉得 我一直都想着 这种人 或者这种生活 是对我来说最适合的 有些天主的召叫 谭神父当时进入了基督君修会 基督君修会 是一个国际化的修会 有来自不同的国家 不同阶层的人 他在新团体中的生活 面对不少挑战 身为中国人 我觉得辛苦的地方 就是有些地方 有一个这样的隔离 比如我和我爸爸的关系 很难解释到中国人对这个孝 这个看法和传统思想 很难表达到 就是说当我解释 家里面有一个不愉快的地方 或者我爸爸说我如何忤逆 或者说我不孝 这些地方很难和上司可以解释到 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有些孤独的感觉 就是说除了虽然是同一个宗教和天主教 但里面一个文化里面的距离 有时都是要你自己适应 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成长的经历 所有的人生里面遇到的困难 或者遇到的挑战 其实都是你成长和你成性的地方 在那里你要看看如何可以利用它 将这些逆境变成一个爬上天堂的楼梯 谭神父在2004年进度 由于他是医生背景 修会派他去罗马中座中途之后大学的 新名伦理学系担任教授 谭神父在度职生难里面 有没有一些喜乐的事件可以分享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开心的地方就是觉得 不是看公职的成果有多少 而是看你的内在 是不是真的一个很纯正的服务 的爱心的爱德 那里的开心是比较难衡量的 当我做了一件事之后 我觉得天主是成功地用我 我是做到祂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就是一个无我的理解 可以做到祂的工具 可以用到我去发挥祂的爱心 或者祂的爱德 祂利用到我可以做到一个比较成功的工具 那里我最开心的 谭神父十二岁的时候 开始学习中国水密画 十五岁移民加拿大后 继续随名师集画 更创作书画、酸黑、操艺精湛 他在过去多年举办天地人和讲座 是关于书画、酸黑艺术和灵修 在创作的时候密想 直处艺术和天主教谈 我觉得天主教 很多人觉得是西方思想 很多时候都未利用到 一些中国本地的文化 例如瑜伽、道家和佛家思想 里面有很多跟天主教很吻合的地方 我想在那里多一些交流和做一些权料 那里可能会 不一定是抄圣经 可能是抄圣经 抄圣经 抄圣经 这些句子或者金句 那里可能会有些新的意思 例如有些很多字 例如写生取义的义字 代表天主耶稣基督的义 他的牺牲 义字是一个羊字 和一个我字 他是我们的代罪羔羊 这些可以有些挺有趣的 一些新的思想去天主教 和一些中国传统 有些交流的地方 访问当日 譚神父邀请了相识多年 和是热爱中国艺术 对书法灵修 很有研究的屈熟眉修女 一起唱谭王氏 分享对艺术灵修的看法 应该是十几年老友 有个神父 在外国回来的 在外国训练的 但是他在香港出生的 我们就对于他很好奇 大家可以一起共事 或者一起去参加教会的活动 都是支持教会的 就是关于中国的文化 去理解 用一些古典的文学 来写一些字出来 而他又解释到 这些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懂解释 很多时候都能够提升起 中国的文化 融入到书法里面 可以说他的书法灵修 是深入了中国文化里面 好像一个教会 古典的年代的灵修 以前教会 很多修士 躲在以抄经为他的工作 我觉得抄写圣经 是一个很好的灵修 做了二十年神父 我可以说 我一直都很开心 这个开心未必是 万事如意 这些东西 都很清心 都是会有仇苦 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健康 或者收会 或者人制 工作上面 怎样都会有些事情 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一直都很开心 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是在做天主的工程 为他服务 不是为我自己 这就是令我最开心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 听天主的声音 你一定不会错 这个就是 我想跟大家分享 鼓励大家 继续去尋找天主的旨意 你找到天主旨意 其实你会很开心 和愉快 感谢观看